我一直以为这个电影最全的热爱 我一直以为陈龙的电影 黎坤 敲中国鼓的感觉怎么样 这次是我第一次打中国大鼓 很痛 因为我拍脸的时候 他没有用那么多力 他排练的时候不用力 偷懒 真正的时候才出力 偷懒 你是对中国功夫有研究吗 我一直以为这个电影最全 我一直以为陈龙的电影 他比较好 我会比较小时 我会逛过家里 我会想 这种功夫上的舞台是很厉害 好的 谢谢 刚刚吴振宇大哥用粤语朗诵的《枪尽酒》是谁的主意 是大家一起想出来的 因为中国文化为主题 其实中国历史我们最早接触的就是从神仙故事开始 那根据就是传承的这么一件对 我们懂得很多的历史人物的时候也是从戏剧开始 没错 现在飞天就是打通东西方文化的十九纪录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表现中国文化的一个面不是一个点 因为中国文化我觉得最伟大的就是宇宙观阴阳的概念 因为阴阳就是黑白我们拿回来推出去 这样解释整个宇宙就是最好的一个那个境界 他们这个结合的很好 对 他们把这个中国文化结合的特别 就是你会觉得很突兀 对对对 极星老师 三位追光哲借用罪权这首歌充分的把久不醉人人自醉 在那种罪梦人生当中那种特别孤独的清醒 表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50位专业评审请投票 这一轮我们的集体表演3-5能否超越6倍光速和见所未见的票数呢 左手边3-5共拿到了专业评审22票 好多票 接下来右边的专业评审 右侧专业评审23票 随福爱工作室得到的票数是45票 谢谢大家 谢谢 天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